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说讲得太清楚 太夸张 各位 所有的客户购买 产品这一方面 关键是老师讲的东西也是很重要 你要夸大其词 稍微有点逻辑的人都能分析出来 各位会不会 假如说你说 自从我干了这个行业以后 我一年能赚几百万 当时出去骑个电筒车 各位 是不是 尽量的不要炫自己的什么 身价 对不对 各位 要潜移默化 要安全原则 今天你讲的这个道理是安全的 今天你讲的这个观点是安全的 今天你跟随我们是安全的 今天选的内容是安全的 今天这个公司是安全的 今天这个产品是安全的 任何一场好的 相讲成交 就是解除客户的抗拒点 第二个叫隐身原则 各位 什么是叫隐身原则 叫生人 叫生人 就你站在台上讲 讲的时候就像大师一样 各位 像大师一样 你所发出来的声音 你所发出来的声音 你说这个演讲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都像大师一样 生人 高生嘛 第三个叫诊断原则 什么是叫诊断原则 医生 各位 医生经常跟我们做的诊断原则是 各位 大家都会现在做微生 简不简单 来 回答 简不简单 现在赚钱难不难 现在朋友圈好不好打造 医生是不是这么问的 头痛不痛 头晕不晕 肚子痛不痛 最近睡眠是不是不好 医生是不是这么问的 对吧 医生也是这么问的 所以你做老师要不断的去问什么 问问题 各位 我们现在做实体生意 是不是越来越难 员工是不是越来越难招 员工的工资是不是越来越高 房租费是不是越来越高 是不是我们销售者越来越低 是不是利润越来越保 对 这是谁 这是谁 谁问的 医生去问的 各位 能听明白吗 要问的每一个点都是谁的点 都是病人的痛点 病人的痛点 举例 病人他们在来看医生的时候 中国的中医讲究的是什么 忘文 问 气 只要和你做下来医疗 你说最近睡眠不好 是的 你睡眠不好 你不当睡眠不好 你是不是平时锻炼的比较少 他说是啊 你是不是最近很操心 很劳累 是啊 你是不是最近老师吃了一些吃进你神经的东西 是啊 你睡的时候是不是老师喝茶水 是啊 你是不是老师喜欢喝咖啡睡觉的时候 是啊 你看 这个时候医生问病人的时候 病人要不断的去确诊什么 是 是 那作为老师而言 各位 这个角色要问学员哪些问题 是的问题 是的问题 各位 现在 我们在整个的销售过程中间 和客户来去交流 是不是成交的概率越来越低啊 成交的金额是不是越来越少啊 你看 这是谁问的 这就是医生 问了病人 病人都回答的是什么 是 各位 病人回答的是 然后问完了以后 再给他下什么 药方 各位 那想解决你引游的问题 下面我给大家来对分享 引游的八个方面去引游 也就是我们刚刚老师说 讲到的叫 陆海空去引游 引游 陆 就是面对面的会议 面对面的交流 海 就是通过沙龙活动 空 就是通过互联网 去引游 各位 有兴趣的 先给大家 先讲两个 讲两个 引游的方式 好不好 来 刚才是不是在问 引游出了问题 下面要跟你下什么 药方 你想解决这个病 来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两个小时 专讲演员 各位 是不是 所以 在这里 我们必须还有一种角色 是什么角色 叫 诊断原则 假设 下面是一帮 下面是一帮 这个 微伤 你该怎么去讲 该怎么去诊断 来 微伤现在最大的痛楚是什么 移动电商 引游 各位 现在引游是不是越来越难 福建收收 以前他们家里现在福建收收 你会发现 家里的不是做生意的 石油八点都是干嘛的 想卖东西逼你的 对不对 对 还有一个 引游过来了以后 是不是转化也很难 对不对 是不是转化很难 各位 转化的三个方法 四个技巧 告诉你们 好不好 好 各位 我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医生 把你的痛点问出来了以后 要给到你一个什么 药方 来去解决你这个病痛 各位 来去解决你这个病痛 这是我们做老师的 必备的 这里叫会讲 刚才我们说 演讲的三种境界 第一种叫什么 第一个叫敢讲 第二个叫能讲 第三个叫会讲 会讲就是 哪个角色 来就是这个医生的角色 听明白吗 医生的角色 就是你问的每一个问题 都是第一种说 关注的问题 同时要给他下一个什么 药方给到他 药方就是我们在培训里面的 要给到他一套完整的方法 各位 完整的方法 好 来下一个原则叫提问原则 提问原则来 记者是经常这么说的 各位 这种微信的过程中间 我相信 每个人可能在 引流都有不同的方式 请问 你一般是用什么方式 各位 是不是在提问 对吗 在提问 要提问 提问以后 他才能给到你形成一个互动 各位 形成一个互动 记者要学会什么 学会提问 好 来下一个叫什么 互动原则 互动原则叫什么 主持人 各位 一场好的演讲 既一个人上去讲 也要找下边的人上来 共同去 互动 来 共同去互动 好 后面一个叫 老娘原则 各位 什么是叫老娘原则 学队 各位 听明白没有 各位 听没听懂 这谁说的话 老娘是不是经常这么说的 你又没有听明白 你又没有听懂 你学会没有 各位 要不断的去 你学什么 强化 还有一个 在讲到重演的时候 没关系 要不断的去重复 知道吗 当你不断的去重复 说明这个 内容的一个 重要性 要敢于不断去重复 没问题 你看 我在讲一堂课 重演 我都会连续重复几遍 连续重复几遍 因为 把这个观点进到脑海当中 我们都能够去 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所以我们研究者的角色是安全警察 引申生人诊断疑生提问记者 互动主持人确认老娘 各位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 听懂没有 听懂 回去能不能用 能 真听明白吗 真的 这是谁 老娘 老娘 对不对 老娘是不是经常这么问 出去不要跟别人打架啊 我都早点回来 不要累着了 不要饿着了 各位 要有老娘 老娘的他在两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 从话语上 第二个从心理上 写下来 第一个叫从话语上 不断的确认 第二个叫从心理上 要不断的去 关心 所以学会老娘要不断的去 问 不断的去什么 确认 当确认的越多 客户的专注度 学生的专注度 学院的专注度 就会 越 强 各位 要不断的去 确认 各位 写下来 要不断去 确认 写下来 几个字 要不断去 确认 好 不断去 确认 所以 上班课的课给大家讲的 演讲者的角色是 安全 隐身 诊断 体温 互动 和确认 好 它的一个 核心 就是在 不断的去 确认 确认 确认有没有听明白 确认有没有学会 确认 哪些不懂的 哪些懂得的地方